大家好,我是美味小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尖椒炒鸡蛋的做法 做家常菜,感受家的味道 先准备一小把洗干净的青红辣椒 把辣椒去地后,直接把辣椒全部切成段 把切好的辣椒装盘里备用 下来往碗里打6个鸡蛋 加一勺盐 再加少量的醋进去 这里加醋可以去除鸡蛋的腥味 而且炒鸡蛋蓬松,鲜嫩好吃 用筷子搅散备用 锅里不用倒油 把锅烧热后转中火 直接把切好的青红辣椒倒入锅里边炒 这样先把辣椒炒一下 才能把辣椒的香味释放出来 炒的时候加点盐进去 让辣椒入个底味 顺便用铲子压一压 把辣椒的籽炒出来 一直把辣椒炒到表皮 稍微有些虎皮状的时候 再把辣椒盛出来 直接把辣椒倒入搅好的鸡蛋液碗里搅拌均匀 让鸡蛋液和辣椒融合在一起 锅里倒入油 油热以后把搅匀的鸡蛋液倒入锅里 然后转小火慢煎 让鸡蛋液慢慢的蓬松变大 鸡蛋凝固后 会和辣椒融为一体 再翻炒成块 炒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咱们这个尖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鸡蛋鲜嫩又香又辣又好吃 做法简单加长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大盘子 妈妈这个是小盘子 咱们下期视频